承见军卫的新春明 无所不用其极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一大早 明政局门口 苏蒙和李源早早就在车上等候着 就为了看一看他韩春明到底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 孟小幸开着车带着韩春明来了 苏蒙一看这场景 立马下了定论 可李源不这么觉得 其实你先别这么想 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 孟小幸为了离婚 把韩春明找来 也属正常 韩春明毕竟是孟小幸的哥哥 再说了 小幸在北京也没什么亲戚 这个时候 也只能找这当哥哥的帮忙了 再看承建军 他知道苏蒙就在一旁看着 于是他也不废话 不就是要离婚吗 可以 他抬头看了一眼车里的苏蒙 转身跟上了孟小幸 显然他的目的已然达到 而春明对承建军的把戏 却浑然不知 车上的苏蒙 也没心思再看下去 于是让李源开车离开 孟小幸这婚一离 那立马就像离了窝的麻雀满天飞 快活的不要不要的 这不 刚出名正局 他就拉着行李箱 没脸没皮的去找韩妈 看着眼前的孟小幸 老人家把以前他耍的小手段 都说了出来 这就是韩妈的高明 不好的都说出来解决了 才能更好地相处且不尴尬 你傻那小聪明 贿赂你大哥大姐 把那承建军带进韩家门 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 当初他和承建军偷偷摸摸地结婚 这事就没告诉韩妈 现在可倒好 日子没过多久就离了婚 要说女人呀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这看人必须得看准哦 孟小幸的事一解决 春明心里的一块石头 也算是落了地 财商高抄的他 正打着电话 北京申望的成功 那意味着实体经济 高速发展的好时机 马上就要到来 最近房山有个好项目 他就有意把它拿下来 可偏偏苏蒙也要去参加 这就让他有点不得劲 参加吧挺尴尬的 不参加吧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会有第二次 这边春明的话 一句不辣的 被一旁的李月静听到了 隔天一早 他就把这是告诉了程建军 而程建军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心里也有想法 可奈何自己和春明相比 他那点实力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于是他又打起了鬼主意 先是给苏蒙大舅 打了一个电话 随后建军又去了老地方 当着二人的面 拿出了一个盒子 50万这只是保底 看来这一票可真是不小 至于说这个倒霉的人是谁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苏蒙大舅接到程建军的电话后 立马又打给了苏蒙 这地他是要定了 小蒙 对 三号地盘的资料 你赶快研究 对 你的关系很硬啊 对 该拿下就拿下 就在这时 侯素额推门而入 带来了两位客人 正是关小关的父母 今天他们是有求而来 他们说啊 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赢品 所以 我们想请您 出来处置公道 看看跟这个 韩春明就这事 怎么交涉 国家 国家 我和春明也不对 苏蒙大舅的话 让关家夫妻俩也没辙 苏蒙行 苏蒙办事一向光明磊落 我们俩商量半天 觉得 还是让苏蒙出来说说 关母又想到了苏蒙 苏蒙跟春明关系好 现在只能找苏蒙 就算死马当活马医吧 可这次 他们又要失望了 对不起啊 估计这次 我帮不了你们了 我跟春明分手 而且这次 我们是彻底决定 古董的是没落下来 但官府关母也不枉此行 北京深奥成功了 发展的机遇 遍地都是 今后还得养上你刘老先生 您决策 我们家吧 那好 待会儿 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行 好 有钱大家一起赚马 于是一大伙人 包括春明都去了房山 准备在那投资建厂 看着这块地 就连春明的秘书都看了出来 这块宝地 简直就是为他们公司准备的呀 春明心里清楚 今天来的这几位 抛开个别没实力打酱油的 剩下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所以要想顺利拿下这块地 他还得想想办法 条件是不错 但我觉得这 建厂行 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春明的话 无疑给在场的众人 泼了一盆凉水 是啊 别等钱花出去了 等到时候赚不回来 那可就麻烦了 春明当着大家的面这么一说 随后掉头就走了出去 李源听了 全程黑着脸 程建军更是在那天游家族 这就是韩春明 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 你说拆什么台呢 程建军的话 就是说给李源听的 对吧 李源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 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 接招夸啊 好什么好啊 请拆台 因为今天的招商 是李源一手张罗的 而且部长也是他找的关系 这下事没办成 以后他可不好再找人家办事 而苏蒙大舅是个真正的商人 出发点 首先考虑的都是利益 大舅 你怎么看 投资归投资 全品归人品 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 投资的条件 现在还不成熟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光来的 既然是投资 那就得赚钱 不赚钱的买卖他不做 事后 李源特意和领导解释了情况 领导大气 反过来安慰着李源 毕竟是往外拿钱 而且不是小树木 任谁都得慎重点 而程建军这边 他的计划要开始了 而李月进 就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 不出程建军所料 一回来苏蒙大舅就有了想法 程建军表面挺为难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随后 他带着苏蒙大舅和苏蒙 找到了李月进 苏蒙大舅动心了 歌谣 宋代五大名谣之一 那可是可遇不可求 民间存事本就不多 不管真假 先看看再说 成建军破门而入 也不管有没有买主在场 装着机会难得 要看看号物件 苏蒙和他大舅 很是庆幸跟得进来 只见货主 小心翼翼取出一个杯子 苏蒙大舅立马从成建军的手里接了过来 先看后文 再看成建军的表情 事情的发展 如他所料 十之八九跑不了了 此时苏蒙心里都快笑开了花 和大舅交换了一下眼神 财大气粗的苏蒙大舅直接以财压人 成建军正盼着呢 继续在那夹着火 最后苏蒙也自信地发话了 演戏演全套 那倒霉蛋 自然而然就是作为前客的李月进 不扛坐的李月进 连滚带爬跑了出去 前脚李月进刚走 后脚成建军就出现了 今天做的这个剧完美 成建军很满意 不管苏蒙那边如何阔气 一枪两枪打了也好 春明还是以前的春明 此时的他 正带着秘书两人蹲在一旁吃着泡米 慢慢走了以后 咱们俩再去照理 拿着李部长 那边就虚伪 先挂鼓门 把这地奥号桌上拿下 有备而来的他 那是志在必得 刚才招商会上 不过是他耍的一点小手段而已 说吧 他等的人来了 李部长 请留步 你们没走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 你可别怪我心耳朵啊 就是你给我看 你那第一块铁实在是太好了 我那又没有里边跟你的铁关系 我这才出此下策 那你的意思是 这块地我要了 这有你的啊 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无奈之举啊 商场如战场 你不耍手段 好东西可轮不到你 这点大家心知肚明 再说苏萌 今天他们可是大收获 遇到好东西了 有些事得先说清楚 这是是人家程建军签的头 不管是给钱也好 给物也罢 这是得有个说法 苏萌也是这个意思 有什么要求咱们当面说清楚 别大家最后闹得不愉快 再看程建军 很是为难地做出了决定 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 我得多拿几件 一件 苏萌 就一件 行 一件就一件 恰在这时 李源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 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 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 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什么 一听这话 苏萌大就气得差点被过气去 小萌啊 这就是爱了你二十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 明白了吧 一旁的程建军听了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李老板 别劝我 我说了多少回答他不信啊 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 当年啊 从我手里骗走一箱子 七四年 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 现在倒好 把我当底人 收留我的前妻 破坏我现在婚姻 我要不是看了苏萌的片子 我早跟你解 苏萌再也控制不住 起身就要去找春明理论 一开口说的话 就让人很是无语 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要换以前春明会让着苏萌 可现在 春明不想再做田狗 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 你大脚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 也不会让给我 把地让出来 凭什么呀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听完苏萌高姿态的回答 真是可笑至极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 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 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一旁的李源看不下去了 他要为苏萌出头 韩智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绝不后悔 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 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 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但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好 韩智明好 春明的回答 让李源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丢下狠话 随即转身走了出去 车里含泪的苏萌 现在知道后悔 可这一切已经晚了 26年啊 不是一句 我暂时不会对你失望就能挽回的 扔 我让你扔 真的你现在太任性了 26年 137天的爱情 没了 再说程建军 在家坐立不安 就未等一个关键电话 资产能不能过千万 就看这一项了 他这个人疑心重 同时找来李月静 让他去丁好托 而他这 在等着苏萌大舅的电话 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终于打给我了 随便你倒着 好吧 暗夜 程建军来到苏萌大舅这 这事我有点吃不冷 你这坑里 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听苏萌大舅的话 说明他还没彻底糊涂 知道有点不对 可程建军是什么人 既然做了这个局 那他自然就有打消 苏萌大舅怀疑之法 他们哪敢成长 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 他们不敢暴露 你放心好了 建军 我的意思是 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 听了苏萌的话 程建军心算是彻底踏实了 但样子还得装 从苏萌大舅那出来 他就给托打了电话 交代事情的关键 最后交易达成 苏萌最终不复成建军所想 花了高价 买下了那些所谓的歌谣瓷器 自信心爆棚的苏萌 可是得意了一回 分手后的苏萌 他是要在财力 物力和眼力上 全方面打倒韩春明 这样才能填补他那失落的心 他现在倒是得到了安慰 而关小关这 却是焦头烂了 我琢磨了 拿下韩春明的办法 只有一个 去找春明他妈 他不是孝顺吗 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 我们就去找他妈讲 天天去讲 月月讲 年年讲 我就不信了 拿不下他 对 实在没办法 为了不让他们再去找春明家 涛子站了起来 把古董调包的事揽了下来 并晃称调包后 东西被他给卖了 钱哪 钱哪什么 几千万的那事 钱我 我去澳门赌场读书了 关键时刻 涛子扛下了所有 可他却没想到 岳父岳母这么大的气性 关小关的母亲一听钱没了 差点没被过气去 而关父更是手脚并用 滚 滚去这个家 住去 被赶出家门的涛子 来到了茶坝楼 喝着闷酒 不多酒 关小关来了 看着涛子一个人喝着闷酒 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都是因为他的家事 现在只有联合春明一起 才能解决这事了 春明一会儿来了 我跟他说了 涛子一听急了 起身就要走 转头瞬间 就看到了春明 兄弟俩很长时间没说过话 涛子自觉没脸再见春明 转身就要离开 被春明一把抱住 兄弟俩终于兵事前嫌 和好如初 没得手的光复光目 下一步又会有什么动作呢 他们会发现事实真相吗 感谢观看 我们下回接着说 有终于兵事前